你看2010年就是冬季奥运将在温哥华 那么目前呢有九成以上的竞赛场地已经完成了 而我们要带您去看的是奥林匹克公园 这里是冬季两项 越野滑雪以及跳跃式滑雪的赛场 这也是冬奥当中呢将会颁发出最多奖牌的地方 光是冬奥开始之前就有不少民众或者是老师 带学生一起来练习 跳台滑道射击场全被白雪覆盖 这里是惠斯勒的奥林匹克公园 更是2010年冬季奥运会的指定竞赛场地 在2004年以前这里原本是未开发森林 但也就是这样的自然条件 反而让它成了越野滑雪的最佳场地 选手得在树林山丘街滑雪比速度 一旁的跳跃式滑雪也很有看头 选手得在70或90公尺长的高台 展现绝佳技巧 滑降下来以后飞出去 在国际比赛里面最高还可以飞到100多公尺 这个运动大部分都在欧洲国家 美洲国家 像我们在台湾 在亚洲国家只有日本游 这里是冬季奥运冬季两项的比赛场地 一般的选手得先经过越野滑雪之后 再进入这个跋场里面射击 不但考验选手的精准度 也考验选手的耐力 光是在这个战地辽阔的奥林匹克公园里 就包含了多项冬季奥运的比赛项目 但除了目前的游客之外 他们更期待的是 在冬季奥运高度曝光后 所涌入的大量观光客 中间新闻 娱乐为无庭 在温哥华 惠斯乐的采访报道